仔细看,吴赖故意打翻酒杯企图调性女子,而下一秒可真解气。 小丽和老公经营着一家酒店,这天由于员工请假过多,导致到了饭点小丽一个人忙不过来,老公在外应酬完全抽不开身。 无奈之下小丽只好打给父亲,电话那头父亲听到女儿需要帮助,想都没想便答应马上就到。 谁曾想后面所发生的事会让老人陷入危难。 与此同时,大牛带着二牛和一帮子兄弟吃得正高兴,大牛媳妇扔下筷子满脸的不开心,一旁的大牛赶紧嘘寒问暖,觉得肯定是饭菜不合胃口,赶紧吩咐一旁的二牛再去点几个好菜。 太綠人不开心,来看你,聊天球,姐伍卫,表一元。 Murphy – 雨宏, 出去小丽 扮揚, technique,从大牛ologist顾�aze, 肯定是吗? 无数人发生的交流到风口? 你別睡了 怎麼跟別人說話呢 你怕老闆啊 我這小兄弟 提 各位大哥實在不好意思 今天人過下班比較早 就成我一個人 哎 一個人好 老老伴 你家菜單 都有什么特色 我让护士给你做 你家奶的比较好吃点 这个不错 这个呀 老快 不好意思 给你擦 你臭表了 活腻了吗 大梅此事害怕极了 委屈的低下投身 怕再出什么乱子 兄弟被欺负 饭桌上的其他人 又岂能做得住 大牛赶紧起身 走到小丽身边 阴阳怪气地 关心小丽是否受到惊吓 眼神暗示小弟懂点事 小兄弟见状 赶紧拿起凳子 走到小丽身后 一把将其按下 平时小丽哪有 见过这种阵事 质问众人到底要干嘛 反观大牛 这种事情可谓是 家常便饭 猥琐地说道 老妹千万别害怕 哥不会欺负你 只要跟哥喝两杯酒 这事就这么算了 小丽见状 赶紧推托自己 不会喝酒 先前答应过来 帮忙的老父亲来到酒店 却没看到女儿小丽 在包房四处寻找 却不见小丽身影 接下来可想而知 还是不出意外地 出现了意外 我大哥在铁牌 哪个人不敢 跟我大哥面子 不会喝酒是吧 我教你啊 住手 你们干什么呢 我还要问你的老婆 你什么事干什么的 我是他爸 有什么事冲我来 哎 怎么回事啊姑娘 爸 我给他们上菜 占我便宜不足 给我喝酒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就别为难我姑娘 这酒 我喝 行 能喝是吧 我要你喝个多 太过分了 我们怎么 让我先去打个电话 随便打 但是老头 我是先跟你说 假如 我叫不来影 你们俩 二牛这波操作满分 一百分 我可以打八十二分 剩下十八分 请以六六六的形式 打在宫廷上 老人见状不对 赶紧拿起手机打给儿子 但儿子铁蛋 此时吃得正开心 酒过三巡 哪里又顾得上 手机是否响起 老人焦急万分 立马再次打了过去 情况却依旧如此 眼看寻求帮助无果 但这事又必须马上处理 我儿子 现在可能太胖了 你让我再打一次 我儿子 肯定能解 你儿子忙 你儿子是哪 特色啊 哎呦 我不怕 别打不了 特 etiqu 两个信号都没 腰分有什么用 面对无赖的恐吓 无助的老人和小丽 接下来该当如何 这是最终又该如何善终 请持续关注后续内容 我们下集见 结尾我做个声明 所有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以上都是剧情需要 大家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模仿 我们一定要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声张正义 不忘初心